成龙是一位功夫巨型 他世纪李小龙之后 把中国功夫在国外发扬光大的人 比起那些名义上的国际巨型 其实成龙才更值得如今的人们恭敬 就算名声软扬 可是他仍然死守自我 成龙昭明之后不仅置身于公义 更是建议了成龙举措片子周 以此来鼓舞鼓励更多的明星参加举措片子 培育新一代的举措演员 可以说成龙为片子事业奋斗了泰半生 也做了良多尽限 此次的成龙举措片子周 在往年的分本上有了一点刷新 起头注意年轻人的快乐爱好 在收场的时辰 还约请了乐华妻子中范诚诚等人 甚至还有泰国的国民王子Yi带来竞歌热舞 成龙此次可是大手笔 请来了良多大牌的明星 除了如今斗尽昭明的歌手演员之外 成龙还请来了他的年迈红金宝 梁晓伯的交情可以说很深了 成龙不惜都很公顺 年迈红金宝 在去年的成龙举措片子周上 七小福的合体 更是让良多人都很是打动 当七小福重聚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 台下的不雅观不雅观众都沸腾了 这可是一代人的回忆 此次成龙不仅约请来了良多老演员 更是找来了黄晓明 白百合等人来做评委 良多人都认为他们资历不够 可是人家的演技是在线的 白百合屏障失恋 33天也拿到了不少奖 参加此次片子节的 除了演员之外 还有良多歌手 其中就罗给良多影视剧 现唱主题曲的张亮颖 他和张杰梁晓伯之间的合作 也给粉丝们带来了两多无法超出的经典作品 说到张亮颖和成龙的合作 大师都晓得张亮颖从来不演戏 怎样会和成龙有合作呢 张亮颖和成龙的合作固然是在歌曲上 成龙和李连杰合作的第一部戏 功夫之王主题曲就是他唱的 张亮颖和冯科由于结婚的事 闹得沸沸良娘 以来又被传出了离婚的消息 可以说也是站在风口浪尖上了